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九个月前相亲 六个月前确认关系 他在考研公布结果的当天晚上 跟我说分手 他说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不会回心转意的 好吧 差点告诉他我中了双色球 我翻起手机 周明瑞是我妈介绍的 是他们单位的新员工 优点呢是身高一米八 面目端正 据说在办业务 都有好几个小姐姐来问他要微信 我妈是办公室主任 跟周明瑞聊过几次 对她的印象停留在小伙人不错 干活也麻利 我妈说见一面 我就见了 别说 长得还真是有点那个 尤其他刚做了个发型 有点孔刘那味道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我当然是俗人一个 而且周明瑞说话做事很有分寸 从来没有过下头之举 更没问过隐私问题 日常体贴入微 处处透露着尊重女性的气息 我们关系每进一步 都是我主动提的 牵手亲亲 她还不好意思 那纯情小模样 反正就是姐妹们都懂 高 好看 答应第一个孩子跟我姓 还他妈纯情地像谈过恋爱 我以为自己中奖了 周明瑞嫁请病假 报班考研的事我都没跟我妈说 生怕影响了周明瑞 聊天记录里历历在目 宝宝 你真好 等我有了能力 就不让你吃苦 礼物和包包都要的 先存着 烤完盐就给你 宝宝 今年圣诞节委屈你了 明年一定给你补个大的 你喜欢迪士尼 我们就去看烟花 我点进周明瑞的朋友圈 跟我的情侣头像已经换掉了 微信背景也换了 新背景就是迪士尼烟花 右下角是个穿奶棕色樱桃花纹外套的女生的背影 她还是去看了迪士尼烟花 我得夸她去说话算话吧 对 周明瑞没删掉我 她最后一句话就是那段小作文 一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不会回心转意的 结尾 此前说了一堆 我很喜欢你的温柔 你的美丽 你在我生命最暗淡的日子里给了我阳光 支撑着我走过 独木桥 我也很遗憾 我们不能继续在一起 但那么长时间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小傻瓜 我不在你身边了 你也要好好的 愿你幸福 啪啪 刚看到时 把我弄得难受又感动 一个电话打过去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问她我们能不能和好 她说我们在一起生活会很困难 她不想让我受苦 我哭得太狠 没来得及告诉她我中了二 六个亿 她就把电话挂了 难怪她以为把我拿捏了 否则 她也不会明目张胆 让我看到她无缝衔接的微信背景 更不会在她的兄弟群里那么说 就在刚才 我收到一条彩信 是张聊天截图 那个头像 一看就是周明锐 她在她的兄弟群里叫我 倒贴货 她的兄弟起哄问她 怎么不娶我 她大言不惭地说 她只要勾勾指头 我就会扑上去 但我家太没钱了 让她白睡都不值当 半小时前 我还想跟她分二 六个亿 现在 我给她六毛都嫌脏 彩信是个陌生号码 不知道是谁 我回复了 谢谢 忽然 同事群谈出消息 同事白白在兼职做服装博主 经常买一堆衣服在退货 退货前 她都会拍照到群里 一是让我们给她点赞 二是看我们有没有想要的 直接从她手上买 美其名曰私人定制 实则是省得她退货 我随便扫了盐 打算关掉 却一眼看见了那个刺绣樱桃 和周明锐朋友圈背景一模一样 白白那件衣服 和周明锐的现女友是同款 换做以前 暗我的脾气 我绝对直接找上 白白问个清楚 但现在有两件事情不一样了 一 我不恋爱脑上头了 二 我是个富婆 重复一遍 我是个富婆 二 六个亿等着我花泥 失恋是痛苦的 我为周明锐的冷淡 流了好几个夜晚的眼泪 一度以为自己走不出来 谁知道 特效药竟然如此简单 我有预感 我今后再也不会被失恋困扰了 先给爸妈换个大房子 不对 要换个别墅 这两年房价走低 上海那边独栋的挂牌几千万 嘿嘿 应该还有寿 哎呀 先来点垂涎好久的进口巧克力 正在我激情下单之时 电话响了 周明锐三个字 明晃晃地跳在手机屏幕上 彤彤 你还好吗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 但我不是从前的我了 现在的我 是个富婆 我冷漠地暗了一声 你有什么事 周明锐明显错愕了一下 我只是想知道 你过得好不好 哦 我很好 她轻笑 别逞强了 照顾好自己 我忍着反讽 谢谢你 嗯 还有件事 与其让你从别人嘴里听到 我想还是应该我来告诉你 我开始有不好的预感 我和白白在一起了 她说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希望你不要误会她 你很好 她也很好 我不希望你们 任何一个人受伤 她言辞恳切 可她似乎忘了 我已经受伤了 我感到一丝委屈 赶紧回想 那二 六个亿 富婆不伤心 富婆不伤心 周明锐还说了其他的话 无非让我不要介意 还说 我妈那边她会去说的 我无心在听 草草挂了电话 不愧是她 她在单位请假期间 饭钱都是我出的 上岸第一件 先斩一中人的是她 现在 堂堂正正的也是她 我只要计较 就成了小气的那个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缓缓 又一个电话 周明锐妈妈 我平复了一下才接起来 阿姨好 周妈妈不冷不热地说 哦 小秋啊 小秋 以前她都叫我名字 要么跟着周明锐 也叫我宝宝 叫得不要太亲切 周明锐是单亲家庭 是临省的 当初她妈妈知道 我是本地人 高兴得很 说 等我和周明锐结婚 她就过来帮我们带孩子 那时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周明锐直接就拒绝了她妈 说生不生孩子 什么时候生都要听女生的 照顾得再好十月怀胎 受苦的也是女人 我觉得自己捡到了宝 现在吗 呵呵 我不说话 周妈 妈只好继续 小秋啊 听说你跟我们明锐分手了 我问了一声 周妈妈叹了口气 哎 你是个好女孩 我也很喜欢你的 真可惜 可惜 她的语气 怎么听上去有些雀跃呢 她接着又说 阿姨不知道 你们年轻人 现在怎么相处的 再见面 总有些尴尬吧 我敷衍地说对 我根本不想再见到周明锐 她 那么阿姨想哦 你过好你的生活 锐锐过她的 你们互不相干 各走各的阳关道 什么意思 这是让我别联系周明锐 别死缠烂打 我笑了 周阿姨 我没听明白 你是什么意思 她语重心长 小秋 本来呢 我把你当周家人的 话点到为止就差不多了 明锐以后赚多少钱 也有你的份的 但现在你们分开了 你不能不清楚自己的位分呀 或软钉子一句比一句埋太人 还未分 你家儿子选妃呢 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不劳您费心 没事我就挂了 我说 她笑笑 哦 不着急 你看 你跟明锐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明锐的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她花在你身上的 你得还给她呀 否则那不成卖身的了吗 多不好听呀 周母还没完 这个有品味 有格调的人呀 肯定是不贪这点小便宜的 小秋 听说你妈妈呢 也是个小主任 大小也是官 你肯定不会坑了明锐的钱的 周明锐够可以的 这边 叫我先别告诉我妈 她去说 那边已经把她妈打点好了 还让她妈来要钱 周母还要抒情 我打断 行了阿姨 偿还恋爱开支没问题 让周明锐列个单据出来 没笔开始需要有支付记录 我忙 不打扰您了 哪怕是昨天 我可能都会自觉地为周明锐开脱 觉得问我要钱 肯定是她妈的个人行为 觉得她对我还有一丝情面 但现在呢 她好意思问我要恋爱开支 她请假那几个月 工资只能按最低标准发 冬天 她连后被子都没有 我去她的出租房 她连空调都不舍得开 我偷偷给她交了电费 她才开启空调 她生病 我给她买药 就连她妈妈的白内障眼药水 也是我去买的 我呢 只得到一个个 先欠着 以后不及你 一定让你满意 总有人说 戏子无意 婊子无情 事实证明 我能跟她共患难 她不能跟我同富贵 我看着床头那张贺卡 那是去年圣诞节 也就是考研时 周明锐送给我的 上面写着秀挺的几个字 愿你永远漂亮 愿你永远温柔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你就够了 我真想把去年被感动到不行的我揍一顿 为什么愿我漂亮 温柔 我的漂亮 温柔 不都是利他的属性吗 温你个头 我吃味的撕了贺卡 重新扯了张纸贴在床头 我拔出记号笔 写下 愿我强大 愿我勇敢 愿我胜放 对了 周明锐说要联系我妈 我可能不能让她抢先 否则不知道这人怎么污蔑我 我立刻拨通妈妈的电话 嘟嘟了好一会 我妈的声音传来 喂 我的鼻子忽然一酸 愿怒和委屈都被抽走了 我带着哭腔叫了一声 妈 我妈吓坏了 彤彤 怎么哭了 出车祸了 你人在哪里 我磨磨泪 没有 我就是来告诉你 我跟周明锐分手了 周明锐在我妈面前 也装得像24孝的孙子 整天安前马后 我妈很喜欢她 甚至看好了车 说订婚就买给我们 而且 妈妈还在我跟前说过好几次 总算有个人愿意配合我的脾气 我总算能结婚了 听到我和她分手 妈妈会失望吧 我思绪很乱 妈妈说 我以为什么大事呢 分就分了呗 为这个哭呀 我鼻音重重地摁 妈妈 我不结婚 你会不会着急 妈妈失笑 我这什么急呀 你是什么样的孩子 我很清楚 他跟你分手 是他的损失 你就算一辈子不结婚也没关系 我和你爸养你一辈子吗 我抽掖着 忍不住又笑起来 不用 我养你们 你们挑个别墅吧 我看静安区就很好 将别的也行 妈妈乐了 你这孩子 受刺激了 我说 没有 我认真的 妈妈说 好好 晚上回家吃饭吧 别墅的事 我跟你爸在商量商量 挂了电话 我洗了把脸 仔细涂了护肤品 换了套新买的衣服 是啊 分就分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周明瑞母子 要是想撕破脸 正面刚好了 微信界面 还停留在周明瑞的朋友圈 看着那件樱桃外套 我想了想 点开了同事白白的对话框 Girls help girls 尽管我不太喜欢白白 也不能看着她跳入火坑 我把关于周明瑞的种种事情 详尽无疑地告诉了白白 对面的聊天框上 很快显示出了 正在输入 但这一状态 持续了数分钟之久 我并未打算等待她的回复 毕竟 我告知这些 并非为了得到她的感谢 就在我即将锁平的前一秒 消息终于跳了出来 白白写道 秋童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紧接着 她又发来 你怎么能这样重伤周明瑞 这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哦 我心中微感惊讶 白白的对话框依旧显示着 正在输入 我好奇她会再说些什么 她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白白继续写道 我知道周明瑞甩了你 选择了我 你肯定不高兴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和周明瑞是真的不合适 我笑了笑 心中暗响 我们不合适到周明瑞的妈妈 极力撮合我和她 甚至答应孩子可以跟我姓 她又发来 你是本科 她是F大研究生 等她读完研 你们的差距就更大了 她那么优秀 她感兴趣的话题 你听得懂吗 我轻叹一声 心中想到 没有我 她可能都撑不过考研那几个月 她不过是个善于依赖他人的软饭男罢了 白白最后写道 你和周明瑞只是在一起过 没有结婚 希望你清醒 最后给你一句忠告 极度使人丑恶 看到这些 我简直无语至极 我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告诉她这些 只是出于同为女性的角度 不希望她陷入泥沼 但这并不代表 我就要忍受她的冷嘲热讽 既然她对周明瑞如此死心塌地 还以为我嫉妒她 那么我也只能 祝她和周明瑞永结同心 三年爆俩了 我没有再回复她 而是心情舒畅地回到了家 桌上摆满了我爱吃的菜肴 爸爸还顺路 买了肯德基的蛋挞 平常他们总是叮嘱我少吃垃圾食品 看来刚才的电话 是真的把妈妈吓到了 哎呀 这么多好吃的 怎么又哭了呀 彤彤 妈妈迎上来 轻声问道 我是感动的 我嘟囔着 给了妈妈一个深情的拥抱 饭后 我随口问道 别墅选好了吗 爸妈对视一眼 眼神中透露出些许疑惑 仿佛在说 这孩子是不是傻了 我花了十分钟才解释清楚 原来 我中了双色球大奖 奖金高达二 六个亿 扣除百分之二十的税后 依旧有巨额的财富 虽然买不起汤城一品的豪宅 但几千万的别墅 还是可以轻松入手的 爸爸确认了情况后 笑得合不拢嘴 转眼就登陆了懂车地 开始选车 我搂住妈妈的肩膀 当即给她下单了个 价值二十万的薄金包 妈妈虽然埋怨我浪费钱 但在爸爸的支持下 最终还是妥协了 失恋前夕 周明锐的态度变得忽远忽近 让我倍感委屈与迷茫 我曾深深反省 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 甚至费尽心思找话题 试图逗她开心 刚失去这段感情时 我以为自己将永远沉浸在这份痛苦中 无法自拔 然而 此刻看着妈妈那称怪的表情 我只觉得过去的自己 真是傻得可笑 周明锐又能算什么 她究竟有何了不起之处 爸爸削了一盘水果 说是为了慰劳我 妈妈则配合地播放起黑胶唱片 那首张慧妹的卡门 在房间里回荡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 一点也不稀奇 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 有什么了不起 周一 没有被周明锐母子骚扰 我心情轻松地前往公司上班 上午十点多 会议刚结束 大家都在办公室忙碌着 突然 白白敲了敲门 轻飘飘地递给我一张纸 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道 这是周明锐给你的钱 他不信你会那么下作 不肯亲自来还钱 又不想见你 所以 作为他的县女友 我替他向你讨债 秋童 男女朋友之间 可不是靠金钱交易的肉体关系啊 办公室顿时变得异常安静 白白接着说道 对了 他妈妈还送过你一只价值五万的镯子 请你把别人的血汗钱还回来 我深吸一口气 拉开抽屉 直接将那只镯子扔在桌上 镯子是吗 周阿姨给我时可没有包装和发票 你说五万就五万 周明锐吃我的软饭 分手还想骗钱 面对我的反驳 白白明显有些慌乱 毕竟 我之前一直脾气温和 还帮他解决过几件衣服的问题 尽管他曾高价算给我 我也未曾计较 旁边一位大姐凑过来看了看 哟 这镯子看上去可不止五万啊 跟地摊上三十块买一送一的差不多 另一位姐姐也点头附和 小姑娘 你是哪个部门的 说话得有凭据呀 白白平时总是被众人捧着 在直播间里 更是有好几个粉丝轮流刷礼物 脾气自然不小 他此刻脸色一沉 别人的是你们少管 秋童 你不还钱 是不是把那些钱当作你的卖身费了 我毫不示弱地夺过他手中的单子 开始念道 口红287元 约会500元 衣服一件350元算折旧 密血冰城12元 打车30元 妈妈包的饺子每个一块 30个 还没念完 办公室已经爆发出一阵笑声 一位男同事抬头问道 周明锐是谁呀 哪个部门的 连饺子都算钱 之前的大姐也接着说 可不是吗 这样还想谈恋爱 什么都不付出 当秋童这儿是存钱贯呢 还折旧 真是丢人 我静静地看着白白 如果他还不过瘾 我还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念 白白此刻脸色轻一阵 红一阵 显得十分尴尬 眼见办公室的同事 都开始对他表示不满 他一跺脚说道 秋童 你等着 说完 抓起镯子 踩着小皮鞋匆匆离去 大姐高声喊道 等着呢 你这赶上一年一度戏剧大赛了 我们也等着听续集呢 另一位姐姐则笑着说 渣男谁没碰着几个呀 我们又不喜欢多管闲事 他们说完后 办公室再次恢复了平静 原本打算说些什么的男同事 也闭上了嘴 我感激地看着他们 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点了点头 虽然中了大奖 但我依然选择继续工作 毕竟 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薪水 更是为了兴趣和保持社交 新闻上那些中奖后就辞职挥霍 最后欠债的例子都是前车之鉴 我现在的现金流比许多小公司都富裕 我得好好利用这笔钱 完成从靠运气的富婆 到靠实力的富婆的转变 以下是对您提供的文案 进行的润色改写 或许真是好运连连 心情也随之愉悦 下班之际 女科长特意找到我 对我提交的报告思路赞不绝口 称我的视野与格局都有了质的飞跃 继续保持啊 秋彤 你离独立带项目已经不远了 我诚挚地感谢领导的认可 心中却暗笑不已 现在的我 早已不是昔日的我 而是身家过亿的富婆 自然有着不同的视角与心境 想到此 我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 但还是强忍住了 直至夜幕降临 白白与周明锐都未曾联系我 这更让我看清了周明锐的狡猾之处 明明是他想要钱 却把自己伪装得如同不染尘埃的白莲花一般 先让他母亲出手 再让现女友白白出面 白白因此名声受损 而按照周明锐的性格 那笔钱 他是不可能给白白的 我本已决定放下助人之心 尊重他人的命运 但白白却不肯罢休 次日清晨 他又堵住我办公室的门 一副义正词严的模样 秋童 你的镯子有问题 周阿姨看过了 你掉包了他的传家宝 别人家娶媳妇的东西都骗 做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 他像只斗圣的公鸡 得意洋洋 我懒得与他争辩 淡淡地说 说话做事要讲证据 别在这儿嚷嚷 而且 你是他媳妇吗 还没过门 就惹上一身心 不觉得丢人吗 白白被我说得愣了一下 但仍不依不饶 要证据是吧 好啊 我当然有证据 幸亏周阿姨留了发票 才能对付你这种烂人 秋童 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都别想进周家的大门 我这就让周阿姨起诉你 我冷冷一笑 说 这福气我可消受不起 还是留给你吧 把发票拿来 别废话 看着白白对周明瑞如此宝贝的样子 我只觉得可笑 他刚和周明瑞在一起 就以儿媳妇自居 如此自觉 也只有他一个人了 白白还想继续嘲讽我 却被一旁的大姐打断 现在是上班时间呢 你在这摸鱼 你们科长知道吗 白白哼了一声 转身离去 午休时 我仔细查看了那张发票 上面确实写着五万的价格 购买日期是两年前 但问题在于 这张发票是手写的 而且上面的珠宝店名称 在百度上也查不到 看来周明瑞母子俩 是把我当冤大头了 这笔钱 哪怕我再中十次双色球 也不会给他们 白白那边还没完没了 他不好 再来我办公室找我 又被我拉黑了 居然换了个新头像 在共同的同事小群里 刷了几十条消息 他的新头像 是在迪士尼烟花下的照片 看起来甜美可人 说实话 白白长得确实好看 作为本地姑娘 以周明瑞的条件来看 他实在没有理由 对周明瑞如此死心塌地 但人一旦自愿放弃理智 那就真的无药可救了 他想激怒我 我却只觉得好笑 整个下午 我都心无旁骛地工作 直到下班才打开手机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 陌生号码的短信 内容充满了指责与威胁 秋童 我不知道你那么冷血 你恨我可以 但为什么要那么侮辱我母亲 向她道歉 短信最后还警告我 务必回电 后果自负 从行文风格就能看出 这显然是周明瑞的口吻 她一负 我有错 但你不能怪我 的态度 真是让人无语 果然 她连续拨打了十数个电话 却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拦截了 想让我回电 哼 我岂会轻易上当 我轻蔑地痴笑一声 不予理会 今日 白白并未像往常一样堵在门口 我暗自庆幸 以为好运终于降临 然而 手机铃声却在此刻突兀地响起 爸爸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沉重 童童 你下班了吗 妈妈在电话那头强话 声音略显紧张 却尽量保持平静 哎呀 没事的 你别打扰童童了 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不安 怎么了 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爸爸犹豫了一下 我加重了语气 出什么事了 我们家里不能有秘密 有事大家一起想办法 爸爸终于开口 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没事 我跟你妈刚从警察局回来 警察局 我惊讶地反问 你那个前男友 周什么 周明锐 我接口道 对 他妈妈找到你妈单位了 大吵大闹地要还钱 我心中一紧 急忙说道 我下班了 马上到家 你照顾好我妈 说完 我立刻打车赶回家 我跟周明锐的关系 双方父母都是知晓的 但与周阿姨不同 我妈是那种极重体面的人 小时候 她甚至宁愿自己吃亏 也要把新玩具和新衣服 送给别家的亲戚 她几乎从不与人争执 更别提说脏话了 我匆忙赶回家 却见到妈妈正悠闲地喝着红茶 品尝着曲奇饼干 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样 彤彤 来 尝尝你爸新买的曲奇 可好吃了 妈妈还热情地向我推荐 我爸围着围裙坐在一旁 解释道 那个 周阿姨在警察局昏过去了 我跟你妈跟你说一声 以防周明锐那小子来找你 原来 周阿姨找到我妈单位后 刚开口说话 我妈就叫来了保安 保安请不走人 我妈直接报了警 到了警察局 我妈据理力争 不卑不亢 最后连负责调解的警察 都斜眼看待周母 觉得她形势不地道 警察的原话是 空手套人闺女 算盘珠子崩到我脸上了兜 因为周母在争执中 打到了保安的眼睛 本来要被拘留 结果她突然昏厥 被赶到的周明锐 紧急送往医院 事情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我妈轻松一笑 泼妇我见得多了 能让她占便宜 哎 刚才我和你爸路过一套 代售的别墅 我只想说 妈妈真是威武 吃过晚饭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 却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进门的脚垫是歪的 柔光砖地板上 还有一个浅浅的鞋印 我从来不穿室外鞋进入客厅 这明显是有人进来了 我当下不敢往里走 也不敢关门 如果那个人还在屋里 我关门就是自投罗网 情急之下 我敲响了隔壁的门 隔壁住着一对和善的爷爷奶奶 虽然我们不熟 但平时上下楼见面 都会点头问好 开门的是爷爷 哟 你是对面的 怎么了 看我焦急的模样 爷爷的语气也变得凝重起来 我解释道 我家里可能进了人 我要进去看看 等会我要是叫了 您帮我报警 您千万别开门 别让歹徒威胁到您和奶奶 得到爷爷的应成后 我深吸一口气 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房间里很安静 窗帘扮演着 客厅餐厅都没什么异常 我几乎要以为自己神经过敏了 然而走进卧室 我立刻感觉不对 空气中夹杂着淡淡的烟味 可我不抽烟 有人进过我的卧室 还待了不少时间 否则不会留下气味 我的东西都在原位 可我夹在书中的一枚小贴纸 却掉了出来 落在床头柜边的地上 我打开床头柜的抽屉 心里砰砰直跳 床头柜是我放彩票的地方 这时隔壁大叶喊了一声 小姑娘 物业上来了 我回过神 原来大叶担心我的安全 帮我给物业打了电话 我和两名物业一起检查了所有房间 确定家里现在没人 隔壁大叶也躲着不出来了 怎么样 我感谢了他 家里敬过人了 大叶一听 立刻说 知不知道是谁 我摇摇头 我的公寓是密码所 和周明锐分手后 就改了密码 他应该进步来才对 那会是谁 大叶皱眉 你一个小姑娘 安全问题很要紧 物业那边有没有办法 物业想了想说 你要是真确定有人进去过 我们可以调监控 但是要申请 你要等两天 大叶歪头问 你们不会搪塞人家小姑娘吧 物业汉 不可能 我现在就申请 您看着 大叶连连点头 这就对了吗 你们物业要保障人家安全的呀 说完 还再三嘱咐我 有什么事情就给他们打电话 热情反倒的让我不好意思了 收拾停荡 我给爸妈打了个电话 爸妈立刻让我赶紧搬回家 再找人给公寓换锁 我答应了 可还是想不明白 公寓里不是没值钱的东西 床头柜里就放着应急备用的几千块现金 可包包和现金都没丢 会是谁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没睡着 忽然又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周明锐的新号码 彤彤 我已经问过我妈了 她的行为是她不对 我不知道 她和白白居然在公司那么说你 我想向你道歉 哦吼 这又是完哪出 很快她又发来了第二条 你把我拉黑屏蔽 都是我应得的 这样的道歉太单薄了 我想当面向你道歉 我们见一面吧 周明锐这个人 虽然看上去温和 可从没有这样低过头 她的逻辑是她可以有错 但都是因为我先做了错事惹她生气 我倒要看看她准备怎么跟我低头 我心情舒畅地播放起助眠曲 今晚的好事还没结束 物业那边居然来了消息 说录像已经备份发到我留的邮箱了 这速度 这效率 这还是那个修个水管 都拖好几天的公寓物业吗 我点开视频 一个穿外卖服装的年轻男人 站在我的公寓门前 用磁卡低了一下门锁 推门进去了 他戴着头盔 看不清脸 下午六点 公司楼下的一时餐厅 刚在一起时 周明瑞隔三差五买好花 在这里等我碰头 我们再去约会 当时他说的是保持低调 别给同事说闲话 对女孩子不好 现在呢 他利用他的县女友 泼前女友的脏水 白白暂且不管 我热爱工作的职场白领人设险些 就被他弄成只顾恋爱的大傻帽 六点十分 周明瑞姗姗来迟 他围着浅灰色羊毛围巾 温柔地说 好久不见 彤彤 说着顺手推过来一个小盒子 是我喜欢吃的蛋糕 周明瑞 蛋糕店队伍有点长 迟到了 你不介意吧 他笑着 整个人散发出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仿佛在说 他愿意见我是给我的面子 我介意 我说 他错愕地睁大眼睛 我抱着臂 我的时间很宝贵 有话快说 周明瑞定睛看了我几秒 仿佛在辨认我到底是谁 是啊 以前只要他稍一示弱 我就感动得不行 觉得他对我是认真的 然后自然地接受他的洗脑 原来都是因为我什么什么地方不好 他才那样对我 我可去你的吧 老娘哪里都好 周明瑞 彤彤 对不起 我妈是乡下人 冲撞了你母亲 我挑眉 不要我后果自负 向他道歉了 周明瑞尴尴尬一笑 不用 是他的错 我也笑了 那白白呢 他问我要钱 这事你清楚吧 周明瑞露出为难的神色 他后来才告诉我的 我也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 我替他向你道歉 彤彤 对不起 我冷眼看着他 那五万的镯子呢 他只能硬着头皮 假装深情 彤彤 我对你真不真 我爱不爱你 你都知道的 在一起那么久 我有的都给你了 我妈只是心疼我 赚钱不容易 担心我吃亏 我问你 那五万怎么办 你别急 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让他撤诉 周明瑞诚恳地说 有这种好事 周明瑞这个人渣 会良心发现 我故意不说话 果然 周明瑞接着开口 彤彤 我们分开的事 是我不对 我有很多做得 不到位的地方 没有照顾到你的情绪 我笑笑 不止情绪 我给你花了多少钱 你呢 你给了我什么 周明瑞真诚的 物质上 我付出的事不多 但我给了你陪伴呢 他误以为 我忍住于的表情是感动 反而更进入状态了 但那都是过去 我考上研了 今后的工作会更好 我们搬一个大房子 在养条你喜欢的金毛 傍晚 我们就牵着他去散步 慢慢生活 不愧是自恋型人格障碍 我都忍不住给他播个伴奏了 那白白呢 周明瑞摇摇头 其实我不喜欢他 只是他那么缠着我 我不好拒绝 我笑了 一大杯热咖啡 刷得浇到了周明瑞头上 周明瑞坐着的沙发椅背后 站起一个愤怒的人影 白白嘶吼着 周明瑞 你不是人 周明瑞慌张的嘴里 能塞下鸡蛋 只见周围几张桌子 扭过来一张熟悉的脸 两张 三张 周明瑞和白白的整个部门 都在现场 我摊了摊手 哎呀 打扰你们聚餐了 周明瑞像个陀螺 被白白抓着挠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别看了 你们别看 白白哭得破了音 你说会娶我 你说只有我一个 我才跟你回的家 你这个骗子 哦吼 跟我分手才几天 就睡了呀 周明瑞围巾散了 衣服扭扣 都被拽掉好几颗 他的游刃有余终于消失了 他一把推开白白 不顾后者 磕到桌子的痛呼 红着眼瞪我 秋童 我今天来是给你面子 你不要不识好歹 不等我说话 他的一个同事 就往前走了一步 隐隐挡在我前面 周明瑞 你干什么 我记得这个同事 叫高阳 周明瑞却像听不见 他说话似的 盯着我冷笑 慢动作似的 把手伸进衣兜 你不就是仗着他吗 看清楚 他现在在谁手上 说着 他掏出来一张方形小纸片 是那张彩票 高阳皱眉 周明瑞 注意 影响 周明瑞惨笑一声 反正我不会在这干下去了 我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 秋童 你不就中了彩票吗 狂什么 他现在在我手上 我自己就可以去对讲 见我无动于衷 周明瑞更慌了 他忽然变了个声调 童童 宝宝 我爱你 你知道的 我们好好过日子 不吵架了 好不好 下班回家你做完饭 我们就去遛狗 好不好 我还是冷眼旁观 他呼得大吼 秋童 你的彩票是跟我在一起的期间买的 理应有我一份 他又哭又叫 装死疯狂 白白也被吓到傻眼 支撑着爬起来 贴着墙躲到人群后 就是说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现在的周明瑞 哪有一点我曾经喜欢的模样呢 想对就去对好了 我说 撤诉也不必 我也列了恋爱期间所有开支 相互抵消之外 你还欠我五万 哦 关于那只镯子的发票 字迹鉴定的结果表明 它是三十天内写的 同事们交头接耳 用假镯子娶媳妇 分手还额钱 这不是诈骗吗 就是 真不要脸 软饭难 周明瑞粗喘着 紧捏着那张彩票 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我满不在乎地说 不过一张假彩票 怎么对得了奖金 不可能 周明瑞怒吼 我从你床头柜拿的彩票 不可能是假的 我咧开嘴 那你就去吧 真彩票早在她跟我说分手的那天 我就带回爸妈家了 我妈更是开车到银行 把她锁进了需要两段密钥才能开的保险柜 此时 我早已完成对奖付完全款 新房的房产证也已经在过户手续中 浦东的连排别墅 售价三千万 四百平米带花园 配套一个川菜厨师 鸡毛我想养就自己养 凭什么跟他养 他想得美 还我做饭 我呸 至于床头柜里的彩票 是我后面又买的同号彩票 忘了拿出来罢了 家里进贼的那次 床头柜里就丢了彩票 周明瑞先是不可置信地 把他那张彩票凑到鼻子前 仔细看 紧接着面容扭曲 就要扑过来 高杨一把抓住周明瑞的胳膊 旁边有同事眼疾手快报了警 周明瑞被暗趴在地上 还挣扎着 秋童 我爱你 我爱你呀 你这个恶魔 你毁了我 如果说今天之前 我对周明瑞还有厌恶 那么今天之后 我对他连厌恶都没有了 就像人会觉得苍蝇烦 却不会去讨厌一只苍蝇 假扮外卖员的就是周明瑞 他拍了我的密码所的照片 找到厂家 说我忘了密码 打不开门 厂家看到他手机里那么多跟我的合照 居然就相信了 给了周明瑞一张新的词卡 而他是怎么知道 我中彩票了的 要回到周母和我妈妈的冲突 周母一再诋毁我贪钱 骗钱 卖身 我妈气不过 说我不可能她那么点钱 都中了彩票了 所以才有周明瑞发短信 低头求和那一出 周明瑞被拘留15日 并罚款 周母哭天枪地 说研究生院校 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周明瑞的事情 竟然要将她退学 她甚至还威胁其警察 要求释放周明瑞 结果被带到办公室教育了半天 白白悄悄辞职了 谁都没告诉 她走的那天 我座位上摆了一张信封 里面写着 我终于醒悟 为了男人争风吃醋 为了男人拼命打扮有多愚蠢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对不起 谢谢你 我登录她的直播平台 发现她关闭了账号 我也从公司辞了职 就像白白有她的新生活 我也有我的新征途 坐吃山空是不行的 中彩票是个起点 也是个提醒 我要清醒起来 为自己而活 唯一遗憾的是 我至今也没找到最开始给我发短信 告诉我周明瑞真面目的人是谁 打电话对方不接 我和爸妈通讯录里都没有那个号码 我只能憋着满腔感谢 在今后努力成为更好的人 既然辞了职 就不需要再租之前的公寓了 搬家前夕 我提着果篮和盖片 敲响了隔壁大爷的门 大爷盘着葫芦 笑咪咪说着举手之劳 怎么都不肯收礼物 我好说歹说 终于提了东西进去 临走 我加了大爷手机号 想着以后逢年过节 给大爷奶奶拜年 结果 那条被我置顶保存的短信 赫然有了备注名 这 听着我磕磕绊绊地道谢 大爷一挥手 短信是我孙子发的 要谢啊 你跟他说 哦对 物业也是他催的 您孙子是 我认识吗 大爷推送过来一个微信名片 头像是穿休闲西装的小伙 抿着嘴 有点严肃 但五官很好看 是高阳 我心情复杂地点击添加 对面很快回复了一个 你好 还加了个纯粮的小表情 跟大爷聊了会儿天 大爷把高阳的底细掉了个干净 不但是纯纯的富二代 还是我这公寓的开发商 难怪物业那么积极 到公司上班 完全就是体验生活 我说 你且不要走动 我有句迟到很久的谢谢要对你说 过了几秒 他回复 我在我爷爷楼下 带了咖啡 那你下来拿吧 后继 我和高阳成了合作伙伴 是的 我们没有在一起 自从开始创业 我深感时间不够用 脑子不够用 高阳据说在公司也干腻了 直接和我合伙办了工作室 他玩摄影是把好手 于是我负责设计 他负责摄影 加之他富二代人脉的加持 请到几名偶像 穿了我们的新款礼服裙 还有一位退出荧幕的实力女演员 穿了我设计的尘袍 在婚礼亮相 一下子把我们的品牌 秋阳 推上一波热潮 上海说小 有时候 真的很小 辗转几年 白白成了一名专业主播 竟然来应聘了我的工作室 他工作状态非常好 仍然单身 看上去却比几年前跟周明瑞在一起的时候 还要年轻 果然 离开渣男是福报 我和他的福气都在后头 要不是白白地出现 我都忘了有周明瑞这个人 我丝毫不想了解他的近况 偶尔有曾经共同的朋友提起他 我会直接让对方停下 我不需要为任何垃圾信息浪费时间 而且我正忙着找模特呢 我设计了一条婚纱 也是秋阳的第一款婚纱 千里青秋 成品几经改版 堪称完美 可我们找不到模 特 我的梦想人选是神仙姐姐 可她首先没有档妻 其次 我们请不起 怎么办呢 其他员工都回家了 我跟高阳大眼瞪小眼 她冷不丁说 要不 你试试 我 呵呵这个笑话不好笑 高阳摆出认真脸 秋童 我说真的 这是你的设计 设计师与作品有着特殊的联系 而且 比起美得毫无瑕疵的明星 普通一些的女性 说不定更能让大家共鸣 我犹豫着 高阳忽然一笑 何况 好不容易做出来了 你就不想试试看 我屈服了 我的确想试试看自己的作品 提着裙脚 小心翼翼走进摄影棚时 我庆幸着 还好其他员工不在 否则我得多紧张啊 高阳那么专业 没问题的吧 我忐忑地走到灯光下 高阳的眼神有一瞬间 好像凝固了 随即恢复正常 给我比了OK的首饰 架起镜头对准了我 十天后 我穿着《千里青秋》的照片正式成片 不但登上了工作室外墙的广告版 高阳竟然资助了岩浆的一个广告位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理所当然地说 婚纱是你的杰作 但这张照片可是我的杰作 不得拿出来显摆给我爸妈也奶看看呢 嗯 是我小看了富二代 同一天深夜 一个单薄的身影 背着斜胯包 骑着共享单车 停在岩浆的马路边 周明瑞已经连续加了七天班 快要喘不过气了 他妈妈闹到学校给老师下跪 最终准许他入学 但他受不了同学们异样的眼光 坚持了半年不到就退学了 这几年工作不好找 他的工资还没有以前高 他跳了几次槽 工资却越来越低 只能在小公司待着 天天加班 宛如生产队的驴 周明瑞联系过秋彤的父母 也被拉黑了 他还联系过白白 觉得和他已经有夫妻之时 可白白把他披头盖脸骂了一顿 周明瑞已经算是大龄 学无所成 工作平平 本来撑得上英俊的脸 也在劳作摧残之下 越来越灰白 吹着江边的冷风 周明瑞把脸深深地埋进手心 他想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抹去 手心隐隐地湿润 他抬起头 振作精神 他的出租屋离这里还有很远 他要骑车回去才能吃饭 正当他踏动踏板 他忽然看到 眼前大厦的巨幅广告 一个女人穿着一件新闻点点的婚纱 绽放出无拘无束的 充满生命力的笑 这个女人算不上很漂亮 也不是很年轻 更不如他打赏的主播腹白妖戏 可他的笑 却刺穿了周明瑞的灵魂 周明瑞仰着头 愣愣地半张着嘴 突然流下泪来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